修学佛法以什么为基础和根本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问,请法师开示,我们修学佛法以什么为基础和根本? 是依三规五戒十善呢,还是孔子的弟子规呢? 但有的法师讲,说弟子规是基础,让佛弟子学弟子规。 有的人讲说修净土法文,不需要学经典,只念一句佛号,叫一门深入。 修净土法文是依佛说的净土五经,还是依慧几本的无量寿经? 请开示。 大安法师答,修学佛法从信心下手,信什么? 首先要信三世因果,信六道轮回,信缘起信空,诸法的空性,中道了义。 这些基本的佛教的原理你得要把握,苦空无常无我,四念处,你离开四念处修一切法都不叫佛法。 那你建立这些正信正见之后,在行为上你要去求见,用戒律规范自己身口其枝,然后逐步地由身清静来规范自己心清静。 但更重要的就是要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,在这个末法之际,我们学佛的目的是要了生死,出轮回。 佛法就是出世间法。 离开出世间法,佛法就变成世间的善法,就失去了它的本质含义。 那在修出世间法的成就方面,这个时代以我们的根基,为净土法门为唯一的解脱的出路。 你把握这些原则之后,那弟子规学不学,这不是重要的事情。 弟子规是传统社会小孩子的事情,是一些基本的待人接物扫洒应对的这些行为规范。 你如果原来没有学过,学一学也未尝不可,就是不一定佛弟子都要去学弟子规,那是一切众生基本的行为规范。 有的人甚至把弟子规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,好像是佛法的很高的法门,这有点说得言过其实了。 甚至前几年我还遇到一个比丘。 他听了弟子规的讲座,觉得行孝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,于是他就还俗回家去行孝道去了。 这个就有点没有正确之见,也许讲的人有点讲过分了。 修学净土法门也是要学其他的经典的,随分随利。 敬业三幅或上品网声都有读诵大成经典,所以学点大成经典也还是有必要的。 华严经、法华经、棱严经、金刚经这些读一读,对我们建立正信正见,还是很有必要的。 你有这些教理的基础,你念这句佛号,你更有内涵,更有分量。 你把学大成经典的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,也算正修,也算一门深入,不是那么机械的就是一句佛号的。 你真的能一天到晚就念一句佛号吗? 一般人做不到这一点。 人的心是波动的,所以有时候要换一换。 念一段时间佛,再拜拜佛,再打打坐,再诵诵经,这样交替进行,你可能才能够心比较稳定。 以前我们有个闭关的比丘,他就是很勇猛,三年闭关什么经书都不带,就说念一句佛号。 进关的时候我还提醒他,你还是要带点经典,偶尔看看佛书,拜一拜。 然而他说,我不需要,我就一句佛号。 还非常自负,结果进去还不到半年就出问题了。 所以这个读点经典也是有必要。 修学净土法门根本经典就是五经一论。 对五经一论一定要熟悉。 不理解要根据净土祖师的注解本去理解。 那无量寿经一共有十二个译本,留下来有五种原译本。 我们还是要依据印光大师在1934年给我们定下来的净土五经。 净土五经里面就选择了曹魏康僧凯的佛说无量寿经作为定本。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读读读。 弘扬的无量寿经就以康僧凯的本字为主,其他的汇集本可以作为参考,可不要喧宾夺主。